11月剧谈精彩分成 于书欣 永夜星河和赵路斯 株莲玉木堪称焦点 话题与好评齐飞 相比之下 《大梦归离》就暗淡了 热度和口碑都差强人意 不过 11月可不止这几部古装剧可看 还有甜宠 短剧等佳作 这十部剧中 你的谎言也动听被指烂尾 而第八部却是豆瓣8.2分的全网好评剧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一 于书欣 丁宇熙 永夜星河 于书欣和赵路斯之前的《苍蓝绝》 和《星汉灿烂》对打2022暑期黄金档 时隔两年又一次PK 两部古装剧质感都不差 剧情有内容都可以追追看 永夜星河是穿书剧 讲述林妙妙偶然穿进狗血玄幻小说捉腰 被迫完成任务攻略心狠手辣的 并交黑莲花男二目生 永夜星河剧极调性有点接近苍蓝绝 剧情氛围比朱莲玉木轻松 于书欣演小作惊女主太对位了 其实永夜星河中间的剧情 被认为有点平淡 没有太强烈的剧情冲突 但于书欣和丁宇熙就起了平淡剧情 两人CP感超级强 爱情线好磕 友情线也塑造得不错 永夜星河豆瓣有7.6高分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2》 赵露丝 刘雨宁 朱莲玉木 不同于永夜星河的搞笑欢乐 朱莲玉木剧情稍微比较沉重一点 是逆袭的大女主剧 朱莲玉木讲述采猪奴隶端午 历经万难逃出猪场 邂逅了西域商人燕子精 和谦谦君子张静然 她加入烟饰商队 一路摸爬滚打 最终成长为一代女商人的故事 朱莲玉木首级就是端午 在猪场被各种欺压 难关一个接一个 剧情节奏很快 不过朱莲玉木不会虐 也不会沉闷 虽然难题重重 但端午始终能化解危机 会让人想一级级看下去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3》 常华森 赵晴 探晴安 该剧是小成本古装探案剧 风格类似锦衣之下 遇刺小五座 一样是边探案边撒糖的路线 案件不算很高能 但胜在节奏轻快 男女主角养眼 且有CP感 男主角常华森 去年出现在武侠剧《一念观山》 因为李同光一角人气高涨 他在这部剧也很酥 算是近期可以追的小成本剧 探晴安 讲述一心守护林里的街头少女蓝车 意外卷入一起凶案 与大理寺郑青楼明夜相识 两人一开始互看不顺眼 后来解开误会 合作吕破奇案 最终收获了真挚爱情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似》 葛新仪 董子凡 风华健 是最近上线不久的短剧 是和墨与云间调性相似的重生复仇剧 不少观众称赞 风华健剧情挺有爽感 女主一心复仇 复仇线毫不拖泥带水 而且打戏被赞拍得很好看 喜欢看墨与云间那种复仇爽剧的观众 或许可以尝试看看这部剧情很解气 质感以短剧来说也还不错 风华健讲述将门贵女温婉 爱慕名满皇城的第一公子苏玄景 却在大婚之夜遭到苏玄景的陷害 连累于南侯府被灭满门 重生归来 她是要报仇雪恨 避免前世之伤 却发现幕后真凶另有其人 灭门之案卷土重来 看似帮她的宁王萧辰 却出现在灭门现场 十一月剧《哪不好看舞》 《少语七》 李戴坤 江错 该剧剧情挺带感 集合误会家复仇 虐恋戏马 昔日爱人变黄嫂 兄弟变情敌 江错第一集剧情就很刺激 风格狗血 会让人想一口气 一直追下去 女主角《少语七》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眼熟 她最近也出现在七夜雪 饰演曾顺兮的师妹 江错讲述 自周九公主李从欢 与青硕太子莫横和亲 青硕满国一派喜庆氛围 殊不知 李从欢此来只为复仇 她与二皇子莫靖元是恩爱眷侣 却在生产当日 亲眼目睹 母妃与刚出世的孩子 被二皇子手下杀害 她认为是墨靖所害 再次相见 她已成为堂堂太子妃 墨靖亦不相信 李从欢会为了权势 对自己赶尽杀绝 又对爱人充满怨愿 一个频频刺杀 一个步步试探 然而最终发现 这竟是满满的误会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6 范威 吴天豪 问楚哪来清如许 是一部清洗古装剧短剧 讲述顾小苏是一名身怀绝技的神秘女厨 她孤身来到皇城 参加厨神大赛 并结识了酒楼老板乔如玉 俩人搭档 组成一个小队 在经历了赶海 探林 山海大官员三场比赛后 终于夺冠 过程中 也慢慢解开了顾小苏的绅士之谜 问楚哪来清如许 调性很轻松 虽然前面稍嫌拖沓 但后面渐入佳境 整体而言轻松温馨 甜甜的 是步步烧脑 可以轻松追的古装喜剧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7 陈方桐 王泽轩 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她 是一部穿越古装短剧 剧情超级搞笑 女主角穿越到古代搓枣公身上 两人不得不共享身体 闹出一系列笑话 剧情新颖 节奏轻快 可以无脑配饭追 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她 讲述被催婚的潇潇灵魂 意外穿越进古代男子体内 被迫与古代搓枣公楚潇然 共享身体 潇潇身上有一个白宝袋 能掏出任何现代物品 她用白宝袋 帮助楚潇然 追到高冷公主 而她也在这过程中 利用楚潇然的身体 狂聊帅气美男 十一月热播剧 《哪不好看八》 颜妮 李光杰 《小巷人家》 是部年代怀旧剧 有打造过知否 狼牙榜的金牌制作公司 郑武阳光出品 近期热播好评满满 讲述1970年代末 棉房厂家属去一条小巷里 住着庄 邻两家人 庄超英 黄霖一家看似体面 但庄超英的懦弱于笑 让家人备受伤害 隔壁林武峰 宋银一家 看似我行我素 还有个调皮儿子 使得家庭热闹而完满 故事从这两家的故事展开 小巷人家评价比 永夜星河 朱连玉木还好 豆瓣评分高达8.2 追过的观众都退 本来大家以为 会是一部比较沉闷的剧 没想到完全不会 剧情挺搞笑 但同时又温馨写实 情感很细腻 许多观众都很爱看 闫妮和蒋新的对手戏 他们太会演了 小演员的选角也很好 是近期获得高度好评的热门剧 11月热播剧哪不好看久 侯明浩 陈都灵 大梦归离 近期对打赵露丝 朱连玉木 于书欣 永夜星河 热度 播放量 聚集口碑 通通被压着打 大梦归离和去年的云之雨一样 都由郭敬明指导 风格也蛮像的 演员一字排开 都是俊男美女 但剧情无法细究 被网友吐槽 故弄玄虚 节奏稀碎 豆瓣评分 仅4.9 如果是喜欢郭敬明风格的观众 或许可以尝试 但如果是喜欢朱连玉木 墨宇云间那种快节奏 强剧情的观众 可能会追得没耐心 大梦归离 讲述真元年间 掌管人妖两届的白泽神女 意外身亡 白泽令不知所踪 百妖之手朱燕 化名赵远舟 主动提出 协助朝廷组建姬妖司 姬妖评乱 文霄加入姬妖司 过程中 两人结识了一群小伙伴 组成了捉妖小队 11月热播剧 哪不好看时 陈兴旭 张于夕 你的谎言也动听 是腹黑医生VS 负面流量女星的设定 许多观众 都是冲着陈兴旭追剧 角色很适合两位主角 前妻看着轻松搞笑 然而结局 让剧迷看了都傻眼 大家对你的谎言 也动听的期待 是书压小田剧 结局却突然悲剧 让大家很傻眼 结局被骂烂尾 你的谎言也动听 讲述负面话题 不断地流量女星勤匪 明明是为了帮闺蜜 反被当作第三者 未挽回舆论 他到灾区做志愿者洗白 和医疗队长行之指 展开妙区恒生的灾区生活 救援结束 原以为不会再有交集 然而一场蓄谋已久的爱情 这才正式拉开序幕 你们都在追哪步呢 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耽誓 会议